火蛇不断从窗户串出 看起来非常的吓人 那么发生火警的诊所 起火点就在二楼 火势燃烧猛烈 从二楼很快就燃烧到三楼 情况一度危急 消防在火爆后 是赶紧出动的大批消防人员 和器材赶到现场救火 那么宜兰罗东这间诊所 凌晨突然发生火警 屋主医师一家三口 就住在诊所的后方 当时他们都已经熟睡 那么听到邻居喊失火了 才惊觉大事不妙 那么三人赶紧逃生 索性没有大碍 因为我昨天才刚刚买一台电视 买一台电视 安装好 才刚刚安装好 我在想说会不会是 那个那一台电视 电视那个故障 或者是电线烧火 那么据了解的二楼是起居室 三楼则是对方药品的仓库 那么医师推测 因为二楼昨天才安装了一台电视 那么怀疑安装过程有问题 才引起这场火警 那么详细原因还有待后续调查